前段时间,中印在洞朗地区对峙 布丹夹在两国中间,成了观察对峙一线情况的最佳地点 除了地理位置特殊,布丹自身也充满了神秘性 至今,布丹没有和中国建交,也先有中国游客前往 但是中国商品却在布丹非常受欢迎 不仅中国,和布丹建交的国家也是屈指可数 但就是这个传说中又贫穷又落后的国家 却号称全球幸福指数最高,这看起来有点矛盾 真实的布丹是什么样的?那里的百姓过得如何? 9月14日,侠客岛快闪沙龙邀请到环球时报记者部主任范灵志 他刚刚结束布丹之旅,与导友们分享了他在布丹的经历 也分析了印度对布丹的影响,以及布丹人民对中国的看法 侠客岛稍加编辑,一起来阅读 我在8月20日前往布丹,当时中印动朗对峙问题没有解决 作为记者,我们非常想去对峙一线看看情况 去那里有三条路线,分别是从中国、印度、布丹接近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,从中国和印度接近动朗已不可能 所以我们选择了布丹这条路 我在8月初就已开始了 在8月中,从中国的一条路线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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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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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